一艘艘踩沙船正在海上航行 连在金門關澳往外海一看 清晰可見 而这些踩沙船全是来自中国 海巡连一大早就发现中国上百艘踩沙船 在金門外海从京下海域抽沙 只为了在厦门填海造陆 興建机场 但却导致金門当地海岸線逐年倒退 甚至导致科名下海作业困難 踩沙船从二零一二年开始填海造陆 原本厦门的大邓岛 二零一八年距离金門有十公里 却因为不断踩沙 近期距离更是不到六公里 对金門国土环境影响深远 海巡隊強調 目前已在金門海域设置雷达 以及红外线等征搜装备 更有全天候军方人员在附近海域部署 将会严密监控 不让台湾土地受到丝毫威胁